手上遥控器挥舞 眼睛紧盯一目 暑假小朋友生活作息改变 如何饮食恐怕影响生长 不让孩童发育 长高疏童领小朋友 补充营养更是重要 蛋白质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像维他命D3 钙心酶 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像牛奶就是最天然又最方便可以取得的选择 把握孩子的发育期 给小朋友最好最多的钙质 才能帮助骨骼发展 除了身体吸收 有效运动更是重要 要长高 要强壮 球类运动就很适合 大部分从小我们除了参与篮球训练运动 然后增加自己调要次数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在每次训练完以后 会增加摄取一些牛奶的营养 那大部分都是在早上训练完以后 我们会直接利用鲜奶去替代 就是我们可能平常会使用的一些首要饮料 规律的作息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 才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家长事半功倍 看着小朋友健康长大 三连新闻林务复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